大家好,现在江苏正江玉山游园 我身后是一个老火车站 我们过来参观欣赏一下 这个地方是在西京都历史文化街区的另外一边 我是打车的时候从这里路过 我看到了有这个老的绿皮火车 我心想着这个地方一定要过来看一下 因为我就特别喜欢看这些老火车 这个里面现在应该是改成了小商店之类的 看一下这个火车轮子 这可是正宗的火车厢啊 走,继续往前面走一走,看一看 不就晚上呢,这里应该会人多一点 更加热闹一点 一开始我以为这里是一个老火车站 但这仔细观察的话 应该它还不是火车站啊 它就是专门在这里做了一个 这个叫什么 火车文化的一个小广场 是吧 郑江到汉中,普快 哎呦,这个可能历史悠久了 真的,这个都多少年前了 二十多年前那个时候像这样的普快 是非常常见的 现在的话 这种普快绿皮老火车 恐怕真的很难看得到啊 再看一下另外一边 好多大的鹅卵石 这个地方在地图上看 还有个名字叫玉山大码头遗址 那有可能就是我现在所看到的这一个地方啊 那个前面好像有一个很大的铁毛 西京都这一块 不管是老房子还是新建的房子 全部都是这种青砖 青砖瓦房 可以说嗯 造型非常的精美 这里还有一幅铜的雕塑 诗坛 缕节 这我怎么 这是谁呢 这我不认识呀 看来也是一位大师 而且是女师 嗯 看来我这个文化程度有限 嗯 这个角度和那个老火车头合个影 还是非常漂亮的吧 那这座桥就特别有意思了啊 桥底下没有水 这个造型设计是不是很独特呀 那这个老火车就参观到这里了 我在全国到处走 像这样的老火车头 老火车厢 哎呀 我见过的太多了 这上面自重显示42吨 光这个车厢加车轮子的重量 现在是10点25分左右 等一下中午的话呢 应该就在西津渡这边 要找地方吃饭了 嗯 到11点半吃饭也可以 反正现在我们就顺着马路 还是要往我的右边走 因为今天的游玩路线 我早上看了地图 就在金山寺西津渡 这方圆3到4公里范围之内 嗯 这样走 一天下来 就把这周围全部都看遍了 这边有一幅地图 西津渡历史文化街区导览图 看一下这个面积还是相当大的 这边就是我刚才逛的这个小游园 叫玉山游园简介 玉山大码头建于中堂至晚清 嗯 可以说也算是历史比较悠久了 再回头看一下 这个玉山大码头遗址 现在我去准备找地方吃饭了 因为今天早上的话 我去那家包子店去喝鸡饭 结果大门是关着的 他来上面写着 今天停店不营业 哎呀 害得我早上的话 想喝碗热气腾腾的粥 居然还关门了 然后零食没地方吃怎么办 跑到超市里去买了 那个也不知道是什么饼干 叫什么什么 奶油曲奇 有点类似于那样的 然后想买娃哈哈的营养快线也没有 娃哈哈的产品 基本上在来小超市 根本买不倒 后来就买了个椰树排椰汁 那也算是童年的回忆了 将近三十年前就喝过了 所以说就吃了点饼干 喝了点椰树排椰汁 然后现在到中午了 得赶紧找个地方 正儿八经的吃个饭 行 这个视频就先拍到这里了 下期见